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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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這樣子啦 大概 國民黨黨團 民進黨黨團 還有時代力量黨團 那親民黨黨團 是有授權說我們的結論 他大概都可以接受 只要是上一次 我們會上的一些內涵 內涵 不要改變 那他都會接受 那因為禮拜四的程序委員會 他把今天的議事日程 交給院會來處理 那國民黨 民進黨黨團 有提出 有提出我們的報告事項 指報告議事日的確定 那希望能夠 有一個討論事項 來進行 針對大法官院長副院長的 一個審查的時間程序 所以 把他附在 就是他提案 希望討論事項的第一案 能夠來討論這個時程 那這個大法官司法院院長副院長的同意權 我們已經 這個學商過兩次 那大概有一些方向 就是用重演 以現階段 新法的精神 來審查 這一次的大法官 所以 從 上一次的 學商的 會議 初步 有幾個黨團 包括清明黨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 民進黨黨團 都支持 上一次的 協商的結論 那我們請 國民黨黨團 是不是能夠 來 簽署這麼一個 協商的結論 那 一直 國民黨黨團 都沒有接受 所以今天早上 我們 這個 再召開一次 這個 協商 來確認 是不是 國民黨黨團 願意 來簽署這個 程序 這個審查的程序 那我們的院會 就可以宣布 整個的流程 就可以順利來進行 那 是不是請柯總召 要不要補充一下 今天我們支持要針對朝野行 我們還是希望說 有關於大法官同意前行使上 很好 因為時間壓力蠻大了 那這個實驗體已經完成 那我們整個程序也沒有確定 所以我們希望今天 希望說 整個審達程序上面 大家能夠有一個共識 那大概來講的話 今天我們 因為上次我們有提副議案 那副議案 要先處理 以及今天議程 今天議程沒有確定 要把議程先確定 確定以後 我們就要找程序所 先處理大法官同意前的程序 然後再進行總召行 那有關於大法官同意前的行使 我們現在 運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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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個 就是說找到今天程序 現在的程序 找到今天程序走完的話 那可能就是大法官同意前的行使 有兩天的公聽會 從 下禮拜開始 先 下禮拜開始 先 禮拜四 禮拜四來審查 開公聽會 因為公聽會要五日前 發函 所以 這時間也 有 有點時間壓力 所以 基本上我們希望說 五號 十月六號 來開公聽會 那接下去 因為 接下去那個禮拜 禮拜一是國慶放假 所以最快 就是說 十二號再開公聽會 那接下去 有 前院委員會審查 那前院委員會審查 院長會議長要花掉一天 那就是十三號 然後五個大法官要花掉兩天半 也就是換句話要三天時間 所以 接下來五個大法官的 前院委員會審查 我們希望在十七、十九、二十 現在這個安排就是 目前最可能的時間而已 那沒有在第二個途徑 而且這一開下去 可能委員會要停開了 那二十五號來審查 這個已經是算非常急迫 而且時間壓力很大 因為 你在二十五號 整個同意前審查完畢以後 那未來新的司法院院長 要對於 對於司法院整個 事務的了解 也必須要有給他 給他一定的時間 那二十五號 通過算是非常勉強 非常勉強 總不能他 三年以後第二天 才去了解演誤 所以我們希望說 今天曹瑋強是不是 我們把這些程序來完成 主要是這樣而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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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我們在這裡爭辯 我們認為沒有違憲 你認為違憲 那只要在爭辯一下 也亦無結果啦 好 那這樣你們有 我們就照程序來處理啦 因為已經壓到最後 現在馬上宴會要開始了 所以我想在不倒 大家不翻臉 都講說不翻演原則上面 我們就照程序來處理啦 因為現在還真的沒有路啦 大家心裡都很清楚啦 好 那另外一個 我會不會請教一下這個 請教一下這個院長 立法院這邊議事人補充一下 就是過去喔 我們在總質詢期間 是不處理討論事項的 那這一次等於是 如果今天這樣處理 以後這個慣例就打破了 就是總質詢期間 可以排討論事項 是不是這樣 那這個有沒有違反任何 議事運作的規則 因為過去可以處理的是 有朝野協商喔 簽字同意的情況底下才破例喔 那現在等於沒有朝野協商 共同的結論 是由民進黨昨天在這個程序委員會 說不處理 那不處理當然可以 但是不處理變成今天 跑出一個討論事項來 這個有沒有違反任何的議事規則 我覺得這點是要弄清楚了 那以後大家圖聲爭議 說明一下 說明一下 有沒有說明一下 你坐著啦 坐著啦 剛剛委員是講到說 質詢期間喔 不處理討論事項 這樣的一個狀況 是不是有破例的情形喔 那我們就我們議事人員的話 是知道說 在上一屆第二會期 第五次會議 曾經喔 有為了要再質詢會期 大會 因為程序委員會沒有決定好 他的議程送到大會來處理 那大會為了要增加討論事項 是透過表決的方式 去增列討論事項 所以呢 是有這種例子 可以在議程草案裡面 透過表決去增列討論事項 在上一屆的第二會期 第五次會議 對可以可以 第二屆第五會期 第二屆 第八屆第二會期 第五次會議 那就是國民黨提出的 那時候為了這個事情 沒有 那時候 這個事情 經我解釋 我那時候 我們也有意見 那時候總召是 貴黨是那個 明洪池 很堅持 就是表決 兩次 應該是勞保條例啦 拿兩次 沒有公司 沒有公司 沒有公司要就處理了 這樣處理 變成 變成 這樣處理 就變成案例了吧 沒有 所以其中資料 對 對啊 所以其中資料 對 其他人是泥洪池啦 那你們有沒有改對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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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他說他沒問題 他就叫表決 就處理 有表決定 是不是 對 有表決定 也有 是不是 好啊 那我不然考慮 他在其中 那個 提取投資的時間 他在發辦公司 就是這樣 而且我們如果出力 有變成是 一種錯話 就是這樣 然後 這樣 那會反正就是 那你這樣 還可以 那你這樣 還可以 都 老闆條例 叫年終費分金 老闆條例 所以還沒給我 來 這位 不要給他 這位我們自己傳的 因為 那個 因為 因為那個大家 都支持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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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去 那一位 那一位 誰 那一位 他才 significant 好 那一位 是要確定的 腳踏的 好 K 誰 能說 可以先去這裏 他不會想說 我們就不會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没有审定 所以大会还是要开会 所以这个时候呢 原来的议事日程草案会送到大会来做决定 那因为我们立法院是合议制机关 大会又是最终的 全体的最高机关 所以呢 他在决定议事日程的时候呢 过去就如委员所讲的 在咨询期间 大家为了让咨询顺利没有排讨论事项 那后来呢 是因为在第八届第二会期 第五次会议 就是透过表决的方式 那时候的国民党为了要增加一个讨论事项 透过表决的方式把它通过了 所以就因为是大会是最高的机关 所以他有这个权利就透过表决 那当然原来的议事规定是说程序文会要审定 但是这时候是因为程序文会他没有审定 送来大会 而大会基于某种原因 他透过公爵 把它增加了讨论事项 对 跟委员报告 这个是在第八届之前 过去有一个意识例 他是提到说 本院的在咨询期间 如果要针对讨论事项 最好是由各党团协商同意 但是这样的一个意识例 它不是意识规则 那种一条一条明定的一个意识例 的一个意识规定 这个在我们那个以前周富密所写的那个书上有 我这边有 我可以提供给委员看 但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呢 因为议程庄案就 对 他不是条文 这样一样 好 那个上一届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第八届第二会期的时候 那时候亲民党提出来 提出来针对教育台的事情 要弄个结议文 这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 总议事项 那国民党提出第一个 第二案是劳保贴力 第三案是年冬未能金的问题 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有意见 有意见经过少许协商 譬如说 朱议长应该是吴玉生 和尼泳池的时候 后来他们 尼泳池 尼泳池很少讲话很生气 他说这个吴玉生就觉得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就表结了 但是我跟吴玉生也争辩过 我印象很深刻 有了这些事情 我教他说这个吴玉生 他吃菜人这样避免 昨天要确定 确定今天议员要把这个塞进去的话 除非大家要做总议 例如程序委员会 所以昨天程序委员会 昨天程序委员会 有议员不确定 还做过表结 我是觉得这个真的 这个看起来 你看嘛 柯总刚才刚刚讲说 你在第八届的时候你反对嘛 你强力反对嘛 你说当时的林洪池他赞成嘛 硬要是这样下去表结嘛 那现在这个又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比较 既然 像过去这个事情可以表结 我当时到今天可以表结 你当时也是这么距离力争嘛 总事情的时候没有处理法案 而且第七届有写下这样子的一个附带的 就是说过去这么长久的意识运作规则 事实上是有在那边的嘛 王院长吹来嘛 一同栽嘛 如果有 我们要不要这样子就是透过特例 然后一再的打破违反 还是应该要回到原来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嘛 对不对 那如果要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改写 那个要改写喔 以前周富密写的那个改写 我觉得也尊重王院长把他找来嘛 那如果朝野都同意的话 那以后 以后我们就建立起 总咨询期间 一样可以有讨论事项 一样可以讨论事情 那这次经过现在没有同意 你说可以 你说可以表结 这双重标准都可以 我们跟班牌 班牌提的 要趕快通过 那时候院长找一朝野常总议 在总议的时候 应该是留最后 就几分钟大了他处理掉 那这他跟班牌签MTA的时候 有争议有过去处理的方式嘛 就是这个 那柯总招我现在在请教 就是说那以后是不是只要有争议 我们也是可以 你以后当然是协商没有争议的话 就照协商处理 协商没有结论 当然是用宴会来处理 因为是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心平气而的讨论 就是说如果第八届 因为连柯总招刚刚的表达都觉得说 当时林宏池他这样的坚持 你觉得有错 我们有争议啊 因为从来没有争议嘛 你也表达反对 那今天又来到同样的情况 但我们要照尤其贵则 那宴会处理就宴会处理 不是啦 我觉得既然当时你也觉得 那可能是一个错误 那我们今天可以回过头来检讨 因为是我们认为没有那个先例 所以有争议 所以当然要谈啊 那所以就是说 以后今天再多了一个惯例之后 那就会变成是个常态咯 以后就允许在总资讯期间 可以提讨论事项 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各党团大家要表示意见 如果是这样我也没意见 结商有结论当然 比方没有 除非你议程没有确定 议程只要确定就没得改 为什么要加议程 有没有确定这个 那只要昨天程序委员确定议程 今天只有 是只有总资讯 那就改不了 其实我今天最在意 那跟程序委员的议程没有关系 议程没有确定 所以今天才要先例 那个应该跟那个没有关系 而是说我们要不要建立起一个惯例 就是总资讯期间 只要各党团觉得有必要列讨论事项 都可以提 如果这样子那就是建立起来嘛 这很有意义 这让朝铁想象就很有意义 那我们也觉得 有法 有法 好来 请那个 那个傅密 高傅密 你来说明一下啦 你比较清楚 来 我报告委员 大概有几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就是说 到底总决事群期间 能不能列讨论事项 或者其他的议程 理论上是可以的 因为各位 我们看一下 立法院职权行政法第16条 里面有一个规定 第16条当然是 所谓就是说 行政院长必须来背询的这件事情 那他有一个第二项 他规定说 立法院依前项规定 向行政院院长及行政院 各部会首长提出 口头质询之会议次数 由程序文会定制 所以理论上 他的会议次数 或者怎么安排 程序文会是可以决定的 那第二个要报告的是说 为什么过去 在总质询期间 约正常就不处理 讨论事项 他的原因是 我们现在要这样看 就是说国会一定会有执政党 一定会有反对党 当时的执政党 或者包括现在的执政党 也可能会有希望就是说 总质询次 就是说连续下去 因为以我们的经验 就是说 以113位为人来讲 政党质询大概要5天 然后个人质询大概要5天 所以要5次的约会 就是希望这个不中断 所以因此会有第三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过去的这个情况 就是总质询期间 尽量就是没有讨论事项 但是会有两种例外的情况 第一个是有协商结论 第一个是有协商结论 那第二个就是 从第八届开始 第一会集的第三次会议开始 第一次会集的第一次第二次 因为那时候程序文还没有组成 所以一定是用那个草案送进来 那到第三次会议的时候 那时候程序文组成 但是没有审定 那没有审定的结果 当时就开始发生说 可不可以处理 就是说政策报告事项 可不可以政策讨论事项 从那一次会议开始之后 都可以政策了 那我们正式在政策 然后有处理 处理出来有结果 有处理讨论事项的是 第八届第二会集的第五次会议 各位我们现在有一个 简单的一个统计数字 那个其中有一个亲民党的提案 是大家没有意见通过的 其中有一个国民党的提案 是用表决来通过的 那八四七那一次也是 结果是有讨论事项进来 那一次当然是比较特别 因为它是有一个抬扭的 一个协商的这些东西 那虽然都有提案 但是最后是大家无意义通过 但是无意义 其实它也是一个提案 然后处理的情势 那所以我总结要报告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真正要去看职权行事法 理论上总咨询期间是没有禁止排讨论事项 那之所以我们过去的例子是 就是说大家尽量希望总咨询是接续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过去在这种情况底下 有突破的就是第一个有协商结论 那第二个就是说 用议程草案进来的时候 是可以大家来确认议程的时候 来处理这个议程 那第三个就是说 今天这样的情况 我们认为就是 就是跟第八届的这个处理方式是一致的 以上报告 我现在看到第八届的这一次的 看起来是亲民党 民进党 台联 大家通通都有提案 所以我要问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说 当天要排讨论事项这件事情 是不是各党团都同意 只是各党团都提出了 自己不同的讨论事项 当时在协商的时候 要进入这个的时候 有没有当时的记录 我想要看到当时 因为看起来是亲民党有一个案子 他也同意嘛 有一些主张 台联也有一些主张 民进党也有一些主张 国民党也有一些主张 所以看起来不只讨论一案喔 不是说只有强行排了国民党的一案在处理喔 看起来是排了好几案喔 可不可以麻烦意识人员把这一个部分 让大家更清楚一点 因为我们都不在那一个协商的现场 然后本党当时是林洪池委员 他现在也不在 是不是可以请议事项还原一下 或者是我们请一下王院长好不好 当时的这一个我想王院长记性也很好 要不要拜托一下王院长来 王院长我们可不可以请一下 应该是王院长主持的嘛 所以他很知道当时在协商的时候跟谁协商 请问负命当时有在现场吗 你还记得吗 这么久的事 包括其实应该这么还原 我们如果要还原应该是这么讲 就是说在第八届第一会期的第三次会议开始 那当时其实一开始是台联开始主张 就是说那我要开始排讨论 包括事项会等等之类的 那当时的协商结果就是说 大家同意各党团来提案 那所谓大家同意各党团提案 我是说第一次这样处理的模式 是当时是有这样的 但是这个之后的 大家自己依照这个例子来处理 就没有说一定要大家同意 或者怎么样 换句话讲就是说 我们现在原则理论上是 只要是一世日程草案 那在这样的情况来处理的时候 那就依照各党团的提案来处理 而不是说一定要大家同意 你可以提案然后我们再来处理 就是说它的情况会变成 特别是第八届一直到第五会期 都是这样处理的 那大概就是说到第六会期之后 就慢慢的大家就觉得 因为我们那时候开玩笑讲 就是说所谓单打双不打 因为会变成是 一个礼拜的程序委员会是审定议程 一个礼拜的程序委员会是不审定议程 那不审定议程的目的是为什么 就是要大家可以来争列 大家可以来处理 以上报告 这个议事处已经讲得这么清楚 那我想各位争辩的点也不是在这里 各位是希望司法院长跟他们脱钩 不是说列入这个违反程序规则 我想你们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意识处我们一再要它一定要合法 过去的惯例要找出来才可以来进行 意识规则 这样大家比较没有争议 那意识处委把以前的律子 拿了蛮多的律子来证明 这个总咨询是可以列入讨论事项的 所以这个程序我想是没有问题 那现在是拜托国民党党团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审查 整个流程的过程 国民党党团希望怎么做 因为这个务必要在十月底以前通过 这个理由大家都讲过很多遍 我们要增加多少人 还是你们希望多几人 那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因为这个只是一个程序 我们现在在处理的是程序 不是结论 这个还要审查 不是我们这个通过 然后大法官院长副院长都通过 不是 这个是一个程序 那能不能针对你们党团想的程序要怎么做 来修正 那大家能够来讨论 那让这个程序能够做完 这样子 我们都经过多远多重的讨论 这个部分 那我们党团这边对医师日程 当然是希望在程序委员会的时候就把它处理完毕 不要动不动什么事都送到院会来 那叫院会来表情 这种比较基础的事情应该在程序委员会就要做完 那昨天没有完成就送到院会来 我过去比较没有什么注意到 但是我觉得史无前例啊 那你说过去曾经有利 我不知道 所以这样的这个做法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对议事规则的重新认识 那我们有我们的想法 那随长 要不要跟院长简单的说明 这个议程还没有 这个程序委员会没有定下来的议程 然后用讨论事项来处理 这个要放讨论事项进来 在这个总实询期间 当然这个都可以啦 看这个议事规则是可以 只是说以前的惯例上比较少 除非大家协商都同意说一个紧急的案子 所以我们赶快来排 排进来 是大家同意的情况 不同意的情况用表结的情况 要排新的议程在总实询期间 这个是例外啦 就不要被一直切断 我想是这个吧 这样子的用意啦 那如果这个破坏以后 那可能以后就这个 这个 破坏以前用 但就变常态 就惯例 那个惯例之外嘛 稍微箱同意就可以 那稍微箱不同意当然是要成立处理啦 那还有什么 当然我们就会尽量说在总执行之后 再来开始排这些讨论案嘛 因为你现在就是很紧急的嘛 所以你在总执行期间 那个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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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有很多这种讨论案来表结喔 对不对 如果既然要这样 以前都是这样的 每次议程都不确定 每次都先表结啊 对啊 一千个案子来表结 上两些都一直这样啊 我们跟惯例说报告 这个案子 这个流程 我们已经协商三次喔 不是说没有协商嘛 有协商三 包括今天早上就三次了 这个只是一个程序 我们就协商三次喔 那我们也请说 大家针对 好 只要是10月31号之前完成 有什么意见 大家提出来嘛 那那一天 包括时代力量 亲民党都提出他们的看法 包括时间的分配 应该怎么分配 也让执政的不要讲太多 应该让给在 我们都照这个规定来喔 但是最后 国民党团是没有签啦 那时代力量跟亲民党都签了 这是一个程序 那如果说这个程序 在10月31号没有完成 大家也知道嘛 这个整个的 宪政产生的问题嘛 那好 那你们觉得应该什么时候要通过 流程要什么时候 要什么时候 总是你们会有一些时间表的想法啊 我这样讲啊 我想我们两个争议啦 第一个就是大法官还有院长的同意权行使的审查跟行使啦 那第二个就是总咨询排不排讨论事项的问题啊 不然这个还是两件事情啦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大法官的审查这部分我们也一再的表达过了 党团都表达过了 总咨也表达过了 我们就是希望有 有违线争议的院长提名人选 我们希望可以脱钩 来处理他的审查跟同意权行使 院长一直提到十月底以前要完成大法官的这个同意权行使 大法官部分我们也讲过 他没有违线争议 我们愿意来审查 这个也没有问题啊 那违线争议的部分我想朝野大家就有不同的看法了 执政党是认为说反正就审查嘛 到时候就投票嘛 那我们的看法是 那为什么不先把这个违线争议处理掉 那如果说我们的程序走完 再来进行释线不是比较好吗 不是啊那还不是一样吗 如果说我们都认为违线应该由释线来处理 那其实你现在提释线 我们现在一起来提释线 OK啊同时进行审查OK啊可以啊 因为如果说院长你刚刚提到说 如果他通过了也可以提释线 那为什么不现在提释线 因为这个提名人选 如果总统不退回去的话 那就现在就提释线嘛 我们也愿意来审查 可以提释线啊 可以提释线啊 那我意思说 依我们目前在野党的人数 我们党党团 其实过去 民进党党团怎么样 过去啊 他说好现在提释线 那现在如果来全部都审查 那这样子呢 因为执政党不同意提释线嘛 所以 其实释线没有什么 否则我们试问嘛 我们就试问现在要来接受 我们审查这些大法官人选 他对这个人选的意见是什么 老公 他现在我们人党团是建议啦 你一边释线一边审查 这没有问题啊 这会逃避啊 对吧 人家会说很多次 那不过你们是怕的释线是吗 你们是怕释线是吗 没有释线 你认为有危险 我们认为没有危险 那就释线就好了嘛 释线就可以决定了嘛 总裁 如果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的话 这是该走的路 如果要司法改革 这也是该走的路 好来等一下看看 我提一下 有没有危险喔 其实就是我们审查过程 你们要去审的嘛 对不对 不是 不是 我要讲喔 我们有公听会 我们有审查会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是针对他的资格 对不对 那他是不是符合这个资格 是我们审查的内容对象 我的意思 我当然知道正是 可是你的审查过程里面 如果你能说服所有立法院的同仁 他的确是违反宪法 我想我们立法院同仁 大家都有一定的素养 就不会让他通过啊 所以我的意思说 不是全部推给大法官 我的意思是说 你应该是透过审查的过程 跟台湾民众说 这个人选是有问题的 让我们的同仁觉得不能投票给他 不能支持他 否则我们干嘛要审查 全部都丢给大法官就好了 对不对 否则我们立法委员 在那边审查是做什么用的 第二个 我觉得 总执行不排讨论事项 是为了让总执行顺畅 这不代表总执行事情 不能有讨论事项 当然民进党如果这样做 今天这样过 那国民党可以说以后用这个 其实要杯葛总执行方法太多了 我们也不是看了非常多 所以我也觉得这个不是说 因为这样子 所以总执行时间就不能弄讨论事项 我的意思说要杯葛总执行方法很多 提讨论事项去表决 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至于 意识规程里面也没有去禁止你 那你做那就是大家社会公平嘛 所以我意思是说 与其在argue这些事情 因为我是9点就坐在这边一直等了 所以我意思是说 那如果真的要政党协商 希望有个结论 如果没有结论 那是不是就交付我们的院会来处理就好了 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 这样子 如果真的有诚意 我们9点就来 我们8点40接到通知 我们9点就坐在这里 所以我意思是说 如果违宪不是说我们谁说有违宪他就违宪 我们在做审查过程里面 其实就是要去凸显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qualify 否则我们立法委员做审查是做什么用的 对不对 你如果能讲得很清楚 他的确是所谓 只能不能再认识违宪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是明文宪法的国家 我们有没有再认是不是违宪 我觉得这应该定得很清楚 洪峻 阿贵到奥达 奥达 回一下我们有名兄的这个谈话 到底有没有违宪 已经非常清楚 宪法的规定就是8年了 任期8年 一生就是任期8年了 大法官 他已经忙8年了 这已经非常清楚了 不用再讨论了 我们就是 国民党的立场就非常简单 非常清楚 他已经违反了 现在就是违反的线 当然要释线 但是我们人数不足你也知道 除非你民进党再借我三个人 我们就提出释线 那就审查继续进行 刚才我的宿议长已经讲过这个话 我们再次的提出 能不能通过朝委协商 好了 洪峻 进行释线 释线 就差不多了 大家都说 纯定要讲 都差不多了 今天是这样 这个时候 不是讨论 应该是在讨论 程序的问题 事先是另外一个层级的问题 现在是 会会是这样子 在院会期间 那你把它纳入讨论事项 以前再有一次的案例在 那如果在程序委员会 未觉就纳入讨论事项 是要经过朝野协商 那如果这样子 会不会变成一个惯例 大家要把它说清楚 这要讲话请做 不过院长阿伯 任何只要在野党反对就好了 我程序我杯葛你的程序委员会 我就纳入院会来表决 阿伯这个我们的院会会很麻烦 当初会要让 施政总指寻院会能够顺畅 所以才有这个 没有一个 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潜规则 你准那个周处长下来嘛 那个副面 所以会有这个疑虑在 那这个我是建议 如果是要这样子走的话 必须大家要把后面的问题 还是要把它做一个防备一下 那不过后面 是啦 党会党院会 在施政总指寻 动不动就先要经过一阵子的表决 这个会留下他 以后在立法院的议事运作里面 会留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点在 这个我是建议院长在这方面稍微审慎一点 如果真的是因为大法官事情 是迫在迷睫或是怎么样子 那如何来去取得一个这样子的共识 这个也是需要大家要好好地谈 而我是比较担心的是 如果这个一走下去的时候 阿拜 只要院会 我就背个程序就好了 背个程序我就 然后再来 拿到院会的大院进来 阿拜 那院会的议会 顺畅度 也很困难 这个是我有点这样的疑虑在 这个是程序委员会 如果没有排定 那就在这边处理 程序委员会如果有排定 我们就 这个院会这边就不处 就直接依照程序委员会 程序委员会那边 就是要把议程 就是这草案就要把它排好 怎么样 我们针对这样的 这到会去程序委员会啊 这个会时间会来不及了啦 程序委员会 没有节日怎么排程序委员会 我要提一下 我的意思说 刚才总刀讲得好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是程序 有没有违线是实质审查的问题 那真的就到实质审查 这个大家都很多时间啊 对啦 你就好好讲 对啦还有蛮长的时间 他是不适格的 对不对 让所有的同仁不敢投票给他 第二个 要杯葛 总到另外 要杯葛的方法真的太多了 上会期我们就 对啦 要杯葛的 对啦 所以 如果 民进党党团要做这样的事 就承担啦 好 等一下 再讲一个啦 这个 因为 立法院未来 谁有可能会是最大党 谁有可能会是最大党 都未知数啦 这是都未知数 那这个规则 潜规则这样子下去的时候 阿拜大家都会碰到 这个我还是 我还是建议 我们 在这个地方 后面 下一届 我们下边人会在这里 不知道 把这个 这个程序 还是 制度还是要把它建立好一点 那 如果大家 可以有个共识 最好是有个共识 那这个未来的话 我们的意识运作 才会顺畅 如果 这个 这个 未来 我是蛮 蛮担心的 我坦白说 既然是大家坐下来谈 花点 花点精神 大家可不可以把它 比方说 建立出一套 甚至于白紙黑字把它写下来 这样 阿拜 才会有才会 才会 我们 来 我讲一下 好 来 请 刚才 永毅兄说民进党最大党要承担 我们在 今天不是我们大党小党的问题 因为照 我们过去民进党在总压程27个人 乃至于40个人的时候 我们 同来不会在总预算 或是这种 彭云田行政商 去做任何杯葛 也不会说 这个总预算 总预算不是协商 不会 你听我讲 那个 那个 我们不会在总预算 像我们到现在 我们 国会事业预算到现在还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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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快要结束了 包括同意的行政上 诚意上我们都不会有 除非是有 我们认为有中大问题 我们不会说 对于议事的 运作的顺畅 这是朝野党边都要负责 这一点我们都非常克制 今天是 今天是 黎明明的人都反对 大家 没有 没有 今天是黎明明 结果没处是黎明明的人都反对 怎么不处 还是投票啊 这个 今天就是要讲好了 未来议事怎么 要讲到顺利的时候 大家就是 不能处签票 大家都有协商嘛 未来议事怎么运作啦 规则什么 或许我们要找一个时间 再把这个惯例 重新再做一个整理 但是今天我们要处理 是这个 同意权 整个 的一个程序 我们这是程序不是审查 只是排出他的时间表 这样而已 这个都没有 这个都没有共识的话 那 那 怎么 怎么有可能实质审查 我 同意柯总的话 意识规则先 讲清楚 我们才能够往后走 你现在单单处理一件事情 你意识规则现在就是可以啊 除非你有很 有什么急迫性 这个就是有急迫性啊 没有 没有急迫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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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间我问你 我慢慢耗没有关系 我跟你耗了这么久 陪你们玩游戏 我玩这么久 一直省省省省都没结论 今天已经不处理不行了 我是很抱歉 真的 因为时间底下完成 你这个要多少时间 你知道 两四公斤会 还有十次的审查会 还有一次同意 所以搞下去 把整个十月份 把委员的审查都没有办法审查 没有 柯总知道 我们刚刚讲得非常清楚 连这个总议串 都没有办法审 所以这个有 大法官继续审 现在两总议串都还没复复 这个搞下去 你总议串 我们的 有没有时间省都有问题 我觉得刚刚李宏金讲的 不可能 总统讲得非常清楚 总统讲得非常清楚 你现在轮番在讲同样的话 这个话不是在这里讲第一次 你的同样的话是讲十次以上的 那这个东西 讲那么多你们都没有听啊 都没有听进去 就是说过去 过去也是这样嘛 没有其他结论 就是议程不确定 不能确定在宴会上处理 这不是我们创设出来 那以后有点灌掉那个 我再提醒那个李宏金 总招刚刚讲的话 我觉得议事规则要先 到底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可以安排 这个我们这样子啦 议事规则 最合入法律的成绩在处理的 对啦 议事规则啦 我们国会无法 这个 这个 司法 及法制委员会都有在审议啦 那这个 刚才我们所疑虑的一些问题 就纳入整个的检讨范围内啦 那现在已经返不济集啦 我们现在说等议事规则确定 上一次也讲 等这个 大法官的新的 法令出来再审议 这个都不切实际啦 因为时间就是到10月31号 所以 现在就是 拜托国民党党团看看 这个 民进党提出的这个时间表啦 包括有没有什么要加强 才能够达到审核的一个结果 如果 国民党党团觉得 还是坚持 司法院的院长 要分割处理啦 那 民进党党的反对 那我们的学商就没有结论 我们还是照议事规则来处理啦 时间有限啦 不过下面也不知道 我们在上面干什么 脱钩处理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案 但是国民党党就没有接受了 都没有尊重少数党 都没有尊重在野党 协商就没有结论啦 好不好 好啦 大家 和 第一件事情 看来 很多人 全部也讲 countless人 四六年 不能了解 三 text 哎 莫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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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